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得上洋医院输液去 我送你去 走 不要 我躺躺就好了 洋人的药比咱的好用 听话 天河呢 抓药去了 差点忘了 这是我给你买的你最爱吃的 桂花糕 桂糖 花生还有红枣 好 把这些钱你拿着 吃药看病的别含糊 好 盛子 他好意我心灵了 谢谢你 这钱我不能要了 为什么呀 我不想再欠你的 明天和照顾我担心 今天吃窝头 哪有钱还病啊 这不是欠 梅花 我求你收下好吗 我见不到你不好 我心疼 我心疼 你走吧 快乱下睡会儿 我走吧 你先歇着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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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再一位 生草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天河抓药怎么抓了这么久啊 是不是他也出什么事了 他没事 我本来想去医院给他送点钱 结果发现 machst来了 我就是要去医院 然后我们来帮忙 我说要和你这个人 都是这样 我必不追上看 你怎么会让我来 都快点 你咬得真的 给他看 你可以 所以我 那个人 这回事 你念你 你很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 你要点什么呀 你这屋里所有的肥皂 毛巾 有多少 我要多少 哦 先生 这都是锦翘的阳光 每人只现两块肥皂 四条毛巾 看看这个够不够 够了 够了 没得快去取动一下 好嘞 先生 您稍等啊 来 吃鸡蛋饿吧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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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你哪来的钱买鸡蛋 我挣的呀 今儿除了买药 还买了一些吃的 还富于七块钱的 你拿什么活儿挣那么多钱 我今天跑了一趟远门 挣了十块大洋的 大夫说了 你现在啊 要多吃这鸡蛋 来 不吃 你吃吧 我不吃 你现在身子不弱 你得多吃点 来吧 吃一口 要不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别骗我了 我知道 这是你卖血换来的钱 吃不下 我做得一定是 我没说 你做得比不上 让你做 干个药 那你够了 是 你够了 和你精彩都要 就像有个好处 有 你够了 我去的 狂热 就有一个 难受两条道上的 行 钱你不要可以 走的时候带上几把枪 你来这一趟也不容易 路上一支枪响就没停过 枪你收着 用的时候我来拿 你要是真想谢我 今儿晚上陪我喝顿酒 我想大醉一场 就你那酒量 行 陪你喝 莲花 别哭了 再哭啊 容易伤身子 大夫说了 不让你随便动气 天鹤 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 我是你男人吗 我就应该什么都对你好 再说了 现在这就失差了 只有你一个人 是我的命 那我心里难受 别让刘晓白用棍子打我都痛 你没事 这身子撞得跟牛似的 再去我一两趟都没事 还一两趟 给我发誓 你以后不许去卖血了 你发誓啊 天鹤 你应了我吗 你刚才说了 我是你的命 那你也是我的命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 好 行 莲花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以后 多拉点花 多挣点钱 你好好保重身子 咱们还和以前一样 过得好 我 天鹤 咱们得过得更好 等我这事好了 你别拉车了 再换个活法 你 你烧狐怒了吧 这不拉车 能干什么呀 我没糊涂 你等着 我以后 让你不受苦 不受累 再过好日子 吃得饱 穿得暖 睡得香 那香一香 香 而有 我以后 我以后 就这儿 站住 你们干吗 我们找路的人 你们是谁啊 我 刘晓伯 我刘晓六 四周天你打去哪儿去 谁不知道 就是 等着我打电话 有些人在找老师 哥 你说 咱们咱俩起个洋门头 洋门 对 就跟路的人想 你叫路东 我叫路西 是吧 有道理 好 路的人说不认识你们 不可能 我当面跟他说 对对对 你别懒我呀 别 我跟你说自己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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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华 我这就出车去了 有什么事 你跟关师娘招呼一声 我抽空回来看你 我好多了 等会儿啊 我想去看看舅爷 你去看他呀 像他这种人 像他这种人 就应该呆在橘子里 别这么说 不管怎么说 他是我舅爷 我这还想呢 等我有钱了 我就把他输出来 带他上全局得 让他吃个够 你看 你 你怎么又说胡话了 我没说胡话 我问你 要是咱们有天有钱了 你这想干什么 我 我想给你买花 不说我 说你自个儿 那我就把所有能吃的东西 都油炸一遍吃了 都什么呀 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炸一遍 馒头 炸 窝头 炸 炸糕 放凉了再炸一遍 你真是缺油水了 那然后呢 我 然后 然后 就买上两三斤 细面的白糖 我一点一点蘸着吃 我咋不这味儿 你再想想 还有吗 对了 我到了冬天啊 我这脚冻得老疼 我买两双面鞋 我捣换着穿 我这是汗脚 要不然那个脚 冻到了跟铁块似的 就没了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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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不出什么了 天和 你真是个苦命的人 好日子没过过也就罢了 把你想 都想不出新鲜的 我呀 觉得这个 有吃的 有喝的 有乐的 这就挺高兴的 还瞎惦记什么呀 行 就奔着点乐 我要卖宝贝 卖什么 王爷留给我的 真水仙盆了 舅月 嗯 嗯 那会儿 没事吧 我好多了 您怎么样啊 不好 天天吃窝头 还不管饱 我 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舅月 您再待几天吧 您把那洋人得罪了 得让人消消气啊 几天 那到底是几天呀 哎呀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我知道我知道 您再忍忍啊 你看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 哎呀 你舅月我呀就是一个老王八蛋 我老连累你 可是 可是我也没办法呀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这话 舅月 您再忍几天 我那外边筹钱呢 把您数出去啊 王爷不在 只这天河拉车挣得点钱 什么时候能攒够 你 够定面啊 哎呀我说啊 这么老远就闻着香味了 你要愿意啊 以后天天给你吃肉丁面 哎 天河 你看 纯仙盆 就这么一个小盆盆啊 什么叫小盆盆啊 我阿玛就留下这么一个物价给我 想来是让我应急用的 我也想通了 这物价就是为人服务的 咱们人哪不能老为他受累 等明儿咱把它卖了 就有好多钱 咱就过好日子 好好地在一起一辈子 女花 他能值多少钱啊 这看着就像个养花花草草的东西 这你可不知道 当初我在王府的时候 王爷把他捧回来 兴高采厉的 跟个小孩似的 是吗 我跟你说啊 这王爷是花的钱越多他越高兴 这物价肯定不便宜 不会吧 能值那么多钱 这王爷看来就是有钱 有钱人就是爱瞎花钱 什么叫瞎花钱呢 我告诉你 凡思一直打我的主意 为的就是得到这个水仙盆 他出多少钱 他愿意用一座宅子做定钱 我就没承认了 一座宅子 这什么时候的事 就业出事钱 那你怎么没跟我说呢 这事啊 多一个人知道 多一份担心 我不想让你为了这个家 再受累了 你的事我都想知道 为你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 值 程 以后啊多告诉你啊 吃吧 这甲盆出来了 这真的 还会远吗 这怎么了这是 洋人真不是东西 这不 我们哥俩 刚从局子里出来 去找陆大人 他不但不见 还让一帮印度人 把我们打成这样 你们呢 那是找死啊 他正想找人办你们呢 你们办咋了事 陆大人被你们牵连的 臭了名声 现在整个流利场 都出的心狠手辣 让他怎么做声音啊 为了你们俩他都气疯了 方哥 四哥 四爷爷 您给我们哥俩几条名道 我可以给你们指条道 就怕你们不敢 能 能躲过那陆大人暗害 我 我啥都干不上 那好 你们去上海 投奔起义 一了百了 那 我们倒是想去 没钱 这就是 那好 哥哥帮你们一把 拿了钱啊 立马走人 别再回北京了 谢谢 谢谢四爷爷 谢谢四爷爷 呸 什么东西 天和 看见了吗 咱们将来的幸福日子呀 都在这盆里装着呢 是啊 哎呀 等我有了钱 我就只吃油炸的 然后 我买个大柴子 再好好的给自己 值班辆车 媳妇 我在北京 终于抽人头地了 睡吧 等睡醒了 忘记成家了 对 你看 您这个房床 现在就 harmonic了 还有我们的柴子 梦 准得罪他们 您儿子不但生不了官 还得丢官 怎么着 一件真的也没有 老太爷 您别上伙了 您是让人给蒙了 这娘要想找一件真的 不如意 这帮孙子 这么着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给我弄件真玩意 我儿子就等这个生官呢 是是是 老爷子 您放心 偌大的北京城 就您收容我了 我不会让您白打的 我这就去 好 是是是 梁华 这这么多家 咱们上哪儿去啊 上通股斋 通股斋 你准备卖给凡四啊 卖给路德维希 他打你 打我的事 刘晓六 这事啊 说到底都是这盆儿惹的祸 他们要得了盆儿 旧意的事也算完了 哥子 有日子没见了 你怎么回来的 你不是拿了钱回家买分植地去了吗 哎 不听了 媳妇过不惯乡下的苦日子 连人带钱让人家给卷跑了 我还得回北京掌脚管 你不怕陆大人抓你啊 这红旗可还在橘子里关他呢 屋里说 我现在棒的是南老太爷 听说过吗 南老太爷的工资 南少爷 在日本人手下做事 这南少爷要想在日本人手底下 升官发财 他就得靠孤独这玩意儿 上下打点 哎 这南老太爷心疼儿子 天天央掌着我 四处给他搜了好东西 哎 夏姑娘啊 你终于算是出息了 虽然也没出息到哪儿去 但毕竟算是出息成汉奸了 呦 这也不是莲花吗 樊掌柜在吗 他想看的盆 我给带来了 你说的是水仙盆 我 小谷刘 不记得了 当然记得了 我舅爷还惦记你呢 我那也是被逼的 才和红爷做的那一票 那盆让我看看 如果要对 我要了 等他 等他 我知道了 你们在做局 这往下信会这么严 你小谷刘会说这盆是真的 出高价要买 引我上钩 再让陆大人来一趟 又蒙我们一会儿 他 我可不傻 这盆就是你小谷刘做就 我小谷刘要再做就 我就不能好死 信你的话猪都能上去 早听樊掌柜说莲花心计深 我还不信 红七当初就是用尹 追王傅格格的身份 卖的那盆 要不是你默许 他能干那事吗 你说你要缺钱 当初嫁给我们樊掌柜不就结了 你何主跟这么一个臭力吧 你说什么呢 天和 甭理他 贪不识货 通股诈以后我也不来了 找我都不来 走 你赶紧做的 你怎么骗我呢 天和 别放心上啊 咱们换一家 免花 在心里懂的话 咱别去了 回吧 来都来了 换一家看看 走吧 这儿有一家 看看就得 二位 想看点什么呀 我们想看看 这个 能卖多少钱 得 您还是别进去了 这会儿啊 店里有贵客 你们呀 等没人的时候再来 那才合适 那您给咕个价也行 那你打开我看看吧 您赶紧别了 咱这里啊 是做大买卖的 就您这东西啊 别人还以为我们呀 该摆地摊呢 你看清楚了啊 这可不是地摊货 杨子 来我来伺候这儿 来嘞 二位 我这会儿没工夫 你们呀 还是到别家了 好心提醒一句啊 要想蒙出货 先得把自个儿蒙出去 你们这打扮呀 没人性有好东西 请吧二位 来 什么玩意儿 狗眼看人低 行了 天鹏 别生气了 犯不着 不过我也算看清楚了 把你车份钱给我 你干啥啊 我去给你租身像样的衣服 这么点啊 他们呀 不是看货真不真 是看卖主的身份 咱们装个有钱人 他们就相信了 你别话 咱们不卖了 咱们不受着窝囊气 没事 我就是一个天生的穷力本 跟我回家 我拉车养你 二位 二位 手里东西我能否再看看 你想买啊 先看看 看看再说 他真的假不良 假的他也真不良 我们就不卖假的 我们不是那种人 信 你就出个价 把他买走 不信 你走人 我这是替人家东家买东西 人家出钱 你多包涵啊 你不信这个东西 就是信不过我们这人 不卖了 回家走走走走 二位 小狗流 小狗流 你怎么在这儿啊 管长官 你干吗呢这是 你们家这个小得子 真是个棒吹 刚才人家莲花到你店里了 想把那盆卖给你 没想到让你们家这得子 一堆片汤花 给这两口子挤得走了 我这刚想拦住 你这又协策里杀出来 又给放跑了 你是说 送死汝窑水仙盘 对 就是那个宝贝又现世了 你这 掌柜大 你你回来了啊 跪下 莲花来过了 来过了 跟她男人一块来 还带了个水仙盆 假的 小谷刘坐的局 我一眼就要看出来了 你个傍锤 陆大人 陆大人 这真的水仙盆现身了 在哪儿 就在莲花的手里 那你应该立刻去找她 干吗来找我 这为了红七的事啊 莲花的有心结 都不卖给咱们哪 那该怎么办 您哪 得亲自去趟警局 把红七请出来 那我不是自个打自个嘴吧 这看您说的 这挨一巴掌啊 换个绝世珍宝 这不吃亏呀 刘小八他们怎么样了 让我忽悠他们走了 滚到去上海了 做得好 好 来 我们喝一杯 好 预祝我们夺宝顺利 好 你怎么 请我喝醋了 你这是 你去哪儿啊你 柳巡长 我是中国人 应该在中国监狱 我不跟陆大人走 米斯特红 你误会了 我来是接你出去的 我出去了也还不了你钱 不要你还钱 我实在佩服你骗人的战术 应该说是仰慕 我骗了你你还仰慕我 是的 能把我骗了是你的智慧 这是送你的礼物 穿上的 跟我走 陆大人 慢走 陆大人 你真的放我走了啊 圣经告诉我们 有人打你的左脸 你就把右脸也给他打了 你卖给了我一个假的随先本 你要是敢再卖 我一样会买 陆大人 你就是借我一百个胆 我也不敢蒙你了 那就卖真的给我 我没真的 谁说没有啊 你的侄女就变出了一个 真的随先本 我随时欢迎你们来找我 可是舅舅在牢里问谁去 那这样吧 天河 没人觉得很生子 你问问他这物件在哪卖合适 他知道啥一个拉车子 生气了吧 行 明天大不了我再跑到警局 我问问舅舅去 这倒是个办法 可你说真问舅舅吧 我还真不放心 什么事不放心 舅舅 您出来了 出来了 路的人放的 这 这怎么又加了价衣裳啊 路的人给的 行行 快进来坐会儿啊 而且他说了啊 要你的真盆 舅舅先坐 来会儿 你是一直骗着舅舅啊 你是真有宝贝啊 王爷给我的念想 没打算卖的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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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守着金山饿死啊 要卖啊 一定得卖 要把这东西给卖炸了 卖炸 啥叫卖炸的 卖炸就是啊 买主不管出多少钱都抢着买 他们疯了 这种疯子在股王行里多得使儿 行行 您坐就行啊 来 我跟你说啊 这鬼市跟铺子里的作伤不一样 鬼市是斗嘴争风 坐拖看价 两边猪横啊 不像是买东西 那像是巧东西 争的就是这股的气势 趁着这气势 就得把这东西卖炸了 只有卖炸 才能让这东西物有所致 明白了 可是这个我们都来不了 有舅爷的你怕什么 你们哪天去鬼市 叫着舅爷 趁着天一擦盒 我喊几场的 就能喊出个天价 小哥 记住了 看上那件衣服 别太寒碜了 你们上来 我等着啊 等那么些 舅爷 水都不喝就走了 不喝 得子 拿个金丝南木盒过来 这儿拿 给您备好了 真的要来了 这假的还是收起来吧 来 一个假水仙盆 臭了陆大人 却想了我烦事 没想到这整个流利场 都是我烦事的眼睛毒 没想到啊 陆大人要成事 还是得靠您哪 可我不能全靠他 您这话什么意思 真品现实 等东西一到手 陆大人 他照样过河拆桥 这铺子一关呢 你我还是个流浪狗 要不怎么说 这洋人赚钱呢 眼里全是利益 一点情分都不明 所以呀 我们要给自己留个后路 不能只做洋人生意 这中国人生意 我们也得做 范展贵 请喝茶 喝什么茶呀 您哪 尝尝这个咖啡 印度产的 你真是个洋奴才呀 我是洋奴 可呀 您也是我师父啊 有话直说 找我什么事 我这通古斋里 因为有您看上眼的东西 如果有啊 我却按收上来的价 卖给您 你图什么呀 就图个 和您一起啊 合开一个铺子 您瞧啊 我会洋文啊 这洋人和中国人 我都能应酬 您上哪儿找我 这么好的合伙人哪 范展贵的 承蒙你看得起我 这洋人的声音啊 我可不是没做 你喝井水 我喝河水 同样的水 它就是不一样 范展贵的 两山落在一起 您请出 师父 师父 咱有话好好说 对 师父 这个 您拿走 我不合着忙 您 这 哎呀 天和 又还早起了啊 赶紧睡吧 这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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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我装不像啊 想想咱们将来的幸福日子 怎么着你都得帮助了 我总说 要不然咱们还是把舅舅叫上吧 不成 他卖我都卖了好几回了 这事叫让他准下 别想那么多了 睡吧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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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咋还要啃门啊 谁啃了 我闻闻 又不是买女人用的缝 有什么好闻的呀 我怕你这样 是从尿筐里起出来的 真有您的 得了 您闻闻 这不是樊掌柜吗 您这黑灯下火的等谁呢 等鬼呢 您拿这个我瞧瞧 天河 快走啊 醒醒了啊 该走了 赶紧的 天河 怎么还愣着呢你 赶紧穿衣服呀 你衣服我穿不惯了 穿得惯穿不惯的都是衣服 不就是去趟鬼市嘛 又不是去卖人 还得非换成皮啊 来 伸胳膊 我跟你说呀 这物件它不是萝卜白菜 咱不知道卖多少钱 所以呢 给你穿件长衫 让别人相信你 还能开个好价钱 来 赵赵 是不是挺好看的 跟你教书先生似的 想什么呀 我看像齐二 对了 我提醒你啊 到了那儿以后 把价王高了开 咱水仙盆是个宝贝 千万不能卖低了 高和低的 我哪儿知道啊 你想想 旧约一个假的都卖两千 咱至少得开两千 长个新眼啊 行了 走吧 拿着盆 尽管 寂寞如花开 没人爱才摘 苦苦守候 却不见他来 无语的对白 孤单一片海 海的中间 是我飘的船 你是我的港口 不想要停靠 却靠不了岸 黄风总是吹乱我的船 不管经过多少风浪 先坦到达了彼岸 却发现已停过了别的船 却发现已停过了别的船 我是孤独的帅 却发现已停过了别的船 却发现已停过了别的船 不行 渗轻地停锁的爱 太阳符了 作词商人 找我解释的爱 很有想法 拥有什么感决